标准普尔500指数周三3月16日收高 此前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宣布加息 并暗示需要进一步加息以遏制通胀 为大游行时期的宽松货币政策画上句号 美国央行宣布将基准隔夜利率上天25个基点 这是市场普遍预期的 但关于年底前利率将达到1.75%到2%的预期 似乎比一些投资者的预期更加强硬 虽然美国中央银行指出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和新冠肺炎危机 给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但他表示 持续上调目标联邦基金利率将是适当的 以遏制该国40年来最高的通货膨胀 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上涨 518.76点或1.55% 至34,063.1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95.41点或2.24% 至4357.86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487.93点或3.77% 至13,436.55点 历史数据显示 收紧货币政策往往伴随着股市的强劲上涨 根据德意识银行 对1955年以来13次加息周期的研究 标准普尔500指数在美联储加息的第一年的平均回报率为7.7% 在美联储发表声明前 股市一直在上涨 因俄罗斯和乌克兰就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达成妥协的说法 周三提振了在三周战争结束后可能取得突破的希望 早些时候 中国承诺推出更多经济刺激措施 以保证市场稳定 也提振了全球市场的情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